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揭示的谜底 说这个根本它不是个鬼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No one suspected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one else on the farm who had never been seen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在农场上还有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别的人 大家都没见过这个人 谁也没想到这一点 咱们先看这句话语法成分的分析 No one suspected that 这是句的主观结构 没有人怀疑到、想到 后面从 that 开始一直到句末黄颜色的 是做 suspect 冰语从句 我们说 suspect 后面可以直接加名词或冰语从句当冰语 但是我们刚才在词后中讲了 suspect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 怀疑到、想到 也可以翻译成认为后面的东西没有 我怀疑它诚实 我认为它没有诚实这个品性 那本文中是认为这个有 还认为后面这个事没有呢 就没有人能认为它有 没有人怀疑到 这个 suspect 后面的冰语是认为它有 所以前面是否定嘛 没有人认为有这么一个事 是这么一个 所以本文中这个怀疑到 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想到 谁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事 怀疑到有这个事 那么 there might be someone else in the farm 在农场上藏着别的人 什么人呢 who had never been seen 这个who had never been seen 但是牵套在这个定义从具里的定义从具 它修饰前面这个someone else 因为这个on the farm比较短 而who had never been seen比较长 所以它放到后置 但修饰了还是前面这个别的人 就这么个语法结构 这个类似我们可以造一个句子 我们也用一下谁也没有想到 但注意这个动词可以用suspect 咱们看中文 谁也没有想到 在村子里竟然藏着一个 从来也没有被认出来的 认出来过的一个谋杀犯 谋杀犯可以叫murder 认出来我们在第二课见过 就recognize 谁也没想到 the no one suspected that 那村子里可能竟然会藏着一个 从来没有被认出来的谋杀犯 就是藏着一个谋杀犯 先说谋杀犯藏在村子里边 hiding in a village 后我们在家定义从具 从来没有被认出来过 咱试试看复述一遍 no one怀疑到 suspected that there might be 可能会有什么呢 a murderer 先说藏在村子里 hiding in the village 然后在定义从具 who had never been recognized 这个本文中这个suspect 还是反映着怀疑到或想到 那谁也没想到 竟然这可能会有一个谋杀犯 然后加后制定义 hiding in a village 第一个后制定义 第二个呢是定义从具 who had never been recognized 他从来没有被认出来过 就好了 但是作者说 这确实是真的 就的确真有这么一个人 this was indeed the case 这的确确确实是实情 这个the case就是true 是真的这个意思 这个这是我们回忆起来 第110页讲过的 就是22课 110页第五行 这不总是实情 大家可能还记得这句话 叫做 yes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然而这不总是实情 跟本文中这个 这的确是实情 可以同时记住 咱们再回顾一下 在21课讲过的 实情the case 相关的几个重要句型 咱们回顾一下 再读一遍复习就好了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这不总是实情 还有呢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本文中我们用一般现代识 就变成了 这的确是实情 确实是真的 还有呢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这完全不是实情 you're not at all 对吧 还有呢 我们常说的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这可能不是实情 在质疑实在用得多 在怎么折而易写作中 argument里面用得多 还有呢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这不一定是实情 也是我们在质疑实用得多 这都是由the case 构成了中心的 固定的句型 咱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第一个 这不总是实情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第二个 这的确是实情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第三个 这根本就不是实情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好 第四个 这可能不是实情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就是可能不对 最后一个 这不一定对呀 这不一定是实情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大家注意这个necessary 又是重音后译 李老师说过 再读一遍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好 这是咱们在21课 讲过的几个句型 今天又做复习了 再次碰到 这个重点结构 the case 就真实情况 这个后面说了 a short time ago villagers were astonished to learn that the ghost of Andly has died had died 就不久之前呢 这个村民们惊喜啊 这个Andly农场的鬼死了 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信居都说 鬼怎么会死了呢 这信息没听说过 咱们看怎么回事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结构分析 这个a short time ago 在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了 就不久之前 villagers were astonished 这是句子主干结构了 村民们大吃一惊 咱们以前见过 astonish这个动词 原形去掉异地 是表示使吃惊 那使一动词 人作宾语 那某人吃惊 做了主语了 只好用被动吧 be astonished 后面那个to learn 这个黄颜色的 从to开始到剧末 那明显是动词不定试 在这当什么状语 李老师刚才说 目的原因结果条件 这不可能是目的状语了 为了听说这事而吃惊吗 这是因为吧 因为听说这个事 而大吃一惊 这明显是原因状语 对吧 而且更不可能结果或条件了 因为听说或许to learn 后面这个 那从句话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迁套在动词不定试内部的一个 避语从句 所有learn的避语 这个learn呢 本来是学到了 他保持听说呢 咱一般用learn of 或者learn about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net从句前呢 一般是不能加戒词的 所以戒词 见到这net之后 就见光死了 它被去掉了 所以只剩着to learn that 这个结构 是这么一个语法结构的分析 咱们他先看清楚 好 再回到最终 那么这个 be astonished to learn 就惊讶 因为这个 听说这个事 而惊讶的 而觉得很惊讶 干脆就发生惊息就好了 惊讶的或许 be astonished to learn 就好了 我们说了 这个听说或许呢 咱们做复习 李老师多次宣说过 讲过 就learn of learn about know of know about hear of hear about 这三组词 都可以表示听说过 但是他们后面 如果加戒词从句的时候呢 前面的戒词都得去掉 那从句一般不用在戒词后面 这是在咱们第一节课 第一课里面就说过的知识 所以本文中把他offer 把它去掉了 但还是听说的意思 还是听说 听说怎么样呢 我们家病人说 农场的鬼死了 过去都过去 so the head had died 过去完整词就好了 大家一看这回可信息 看热热热 给鬼出病 可没见过 Everyone went to the funeral for the ghost was none other than Eric Cox a third brother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died as a young man 每一个人呢 都去参加这个葬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鬼啊 不是别人 正是埃里克考克斯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家族里另外一个兄弟 原来是三兄弟 并不是两 还有一个呢 而这个兄弟呢 被认为在年轻的时候 早就死了 其实没死 一直活着 这回是真死了 咱们先看看这个剧的成分的分析 这个逗号之前 这个白颜色的正体字 是剧的主观结构 大家都去参加这个葬礼了 funeral是葬礼 为什么呢 从for开始 一直到剧末 明显是由廉次for引导的一个 原音状语从剧 翻成因为 咱们第一节课就说了 一般用在逗号后面 逗号for表示因为 咱们第一节课见过 因为人们做出的描述 那当时讲过 然后因为这个所谓的鬼呢 加引号了 刚才没加引号 大家以为是鬼 那现在并不是鬼了 所谓的鬼怎么样呢 was none other than Eric Cox 咱们一会会说 none other than 翻译成不是别人正是某人 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语气 那不是别人正是艾里克考克斯 这个人是谁呢 这书中就交代一下 说a third brother 整个黄颜色的到剧末 明显是做这艾里克考克斯 他的同位语嘛 人是谁呢 是另外一个兄弟 a third brother 这个不能翻译成第三个兄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表示第三的话 这个third当这个叙述词 再加定过词 the third a third相当于another 另外一个又一个 这个我们在第21个讲过 a second也是another 就另外一个 因为书中告诉我们 这个人并不是排在第三嘛 他是老大哥 所以兄弟中 另外一个兄弟 而不是第三个 这个注意 所以在这呢 不加the 因为他不是叙述词的用法 然后里面又牵套了一个定义从句 这个人被认为呢 年轻的时候早就死了 呼引导的是定义从句 who was supposed to 大家又看到了 动词不定词的完成词 to have died 早就死了 年轻人早就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心动词是be supposed 被认为 这个死呢 是先发生的 被认为是后发生的 还是说明这个动作呢 发生在这个中心的动词 be supposed之前 但是这里又必须用动词不定词 因为它固定搭配是be supposed to do 这固定搭配 必须用动词不定词 还要表达动词不定词的动词是先发生的 我们说了 用不定词的完成词 所以be supposed to have died as a young man 大家注意写作词 这个地方也得注意 按照模仿就好了 好 下面看看里面一些细节 这个每一个人都去参加葬礼 ever one 这是一个代词 表示每一个人 这个有的是分开写的也行 也是每一个人 ever one every空格 one都可以 那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单独使用的话 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比如本文中ever one 可以分开成两个词 every空格one是可以的 在什么时候有区别呢 注意后面如果加这词of everyone of 什么什么中的每一个人 如果加这词of 注意前面的ever one 必须分开 联系的ever one 是没有资格加这词of的 这是两个搭配的 可以说唯一的区别 你不先看一看 我们在第24课说过这个知识 24课就是118页第6行最后 118页第6行最后 poisoned every空格one of her five husbands 把他的五个老公一个一个都堵死了 这个地方用的是对的 空格空开 但是联系的ever one 注意不能叫of 这是两个表示每个人唯一的区别 本文中单独使用两个都算对都可以 每个人去参加葬礼 为什么呢 豆豪福尔还因为了原因壮于聪聚 因为这个鬼不是别人正视 这是non other than 就不是别人正视某人 这一般后面加人了 这个固定搭配 这次自己别乱编 我们大声读下 non other than non other than 不要读non 不是non 是non non这本声音 non other than 就不是别人正视后面加人就行了 本文中不是别人正视埃里克考伯斯 咱们干脆造个句子 把刚才知识也穿到一块 咱们把刚才知识也做复习 咱们先看中文 邻居们惊喜 这个谋杀犯 不是别人 原来正是受害者的妻子 你看不是别人正是她 男的都刚好 和好事 而这个女人在年轻的时候 一连堵死了自己五个丈夫 邻居们大吃一惊 京西刚好用刚才讲过的 be astonished to learn that 就是因为听说这是大吃一惊呗 这个女人在她年轻时 叫increuse 咱们的二十四颗贵重骷髅讲过 毒死了自己的五个丈夫里的每一个 叫everyone conquer one offer five husbands 毒死吗 poison吗 二十四颗讲过 咱们都是讲过的知识 咱们看看怎么说 我们说这里的邻居们 neighbors here 京西就好了 咱们看怎么说 neighbors here 京西 were astonished to learn that 嘉宾一从句怎么样呢 the murderer这个谋查犯怎么样 was none other than 不是变正式什么呢 the victim's wife 而这个人怎么样 who had曾经在她年轻时 in her youth 怎么样毒死了 poisoned every conger one of her five husbands 就好了 当然不是为了毒死老公庆祝一下 我们这个句子造出来了 当然那个neighbors在这还用的美式评写 英式评写 凭着our就好了 都可以 京西叫be astonished to learn 我们家并语从句 前面那个借词of or about 被去掉了 谋杀犯不是变正式 none of them 这个受害者的妻子 这个人怎么样 who had had poison 就过去完成时 因为这过去都过去了 在年轻时候 对吧 incarine youth 插入于在她年轻的时候 我们说了 这个news上时讲过 一般是十七八岁到二十二三岁 正是高中大学这个年龄段 怎么样呢 毒死了自己的五个老公里的每一个人 那么every home rent ever one 后面加接受offer了 注意分开写 every conger one offer five husbands 就好了 这是通过多次的这个练笔 把我们的致点才能牢牢地掌握住 所以大家记住 听完了课程 一定争取每天呢 动笔能写那么一小段 哪怕就写那么一二指 甚至就写三四个句子每天都动笔写 那么拿不准的地方 通过老师的讲解 还有通过查字典 把它搞清楚 天天都写一段 那么几个月下来之后 我们的英语写作水平就出飞猛进了 拿不准的地方 记住老师的讲解回忆 把讲过大沛应用 然后查字典看看 是不是真的这么用的 每天正去写一段就好了 否则的话 你根本是记不住的 光听老师讲 就像看别人在游泳 看老师在写句子 自己不动笔 这个还是下水被淹死 记住每天争取写那么一段 那写一二指 就可以记录今天的箭文 或者用上课讲过的箭文搭配 类似造几个句子 每天都争取冻笔 再忙的 哪怕写两三句话 也别间断 好了 另外再回到剧中 看后面那个 A third brother 我们说了 A third 绝对不能翻译成第三个 因为第三 Third 前面必须加定古词的 第一第二第三 在本文中的不是排行老三 而是另外一个 除了两个之后 还有一个 叫A third 相当于 another 相当于another 那么我们复习在 二十一课里边 十六行中间 Mendoza met Humphrey in the ring on a later occasion and he lost for a second time 这里这个 A second 同样不能翻译 第二次失败了 而是又一次失败了 A second 相当于another 如果原来有一次 又一次 用A second 如果原来有两个 再一个 当然用A third 但都相当于another 本文中有两个兄弟又一个 A third 不是叙述词了 所以加A就好了 都相当于another 这是咱们二十一课讲的知识 这个兄弟怎么样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died 咱们讲了 be supposed to do 固定搭配 但是这个死呢 这个中心动作死 还是发生在被认为之前的 那用不定式的完成式 因为be supposed 我必须加to do 右表是先方中 to have died就好了 as a young man 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就死了 这个s呢 是个借词 就作为是了 作为年轻人的时候 就死了 但是我们用 从句也行 就when也行 when he was a young man 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 他就死了 这个时候可以更简洁一些 把那he was去掉 为什么呢 因为when是时间状语从句 我们说 状语从句的主语 跟他所在的这个句子的主干 他的主语统一的话 而且状语从句 位语动词是必动词的话 那么一般可以把主语 跟必动词的同时去掉 那么你看这个when从句 位于哪个句子的控制之下呢 位于外层的是定语从句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died 他所谓的主句 不就外层的定语从句吗 因为他牵套在定语从句内部 他的主人是这个定语从句 定语从句的主语 这个who呢 就是他们 所以主语统一了 后面的必动词 只剩下when a young man就坏了 这样呢 可以更简洁一些 但是这个简洁呢 效果也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就是四个词 as a young man 你费了半天就还是四个词 是精炼一些 那能不能变得更简洁一些 在他年轻时 更简洁一点 这个四个词本来够简洁的 就像我们说 在箱上里说的 半夜 这屋 这个要上厕所 屋门一响 那屋听见了 这屋里屋外一个对话 有精炼的北京话呢 四个字一句 这是谁呀 是我您呐 你干嘛去 我撒泡尿 这个够精健了 是四个字一句话 那能不能变成 三个字一句话 更少一个 少一个字 在某人年轻时 我们能不能更少一个 中文中就能更少一个句 你说我们半夜上厕所 这屋听内屋一对话 到了 你看山东这个地方 比北京话简洁了 三个字一句话 这屋 半夜上厕所 屋门一响 这屋听着 这就说话了 这是谁 这是我 干啥去 上边所 你看一个 三个字一句 英语中也行 刚才我们讲过 英文是你 是吗 英文是你 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 做庄语可以吧 可以 比刚才简洁一些 看能不能变得更短一些 简洁就是美嘛 变得更短一些 中文就能变得更短 你比如说山东 到了上海这个地方 半夜屋门一响 这屋听见 两个人对话 你发现两字一句就行 你看半夜屋门一响 这我问了 是呀 物呀 撒气 撒死 两个字一句 也行 英语中能不能变两个字 也行 那when young就好了嘛 when he was young 那he was 去掉之后 when young 当年轻时就死了 当然可以 看能不能更短一些 一个字就一个字 中文也行啊 由上海往北边走 到了河南 特别是许昌这个地方 你看半夜屋门一响 两个人听见一个对话 你看这一句话 一个字 谁 我 抓 扭 一个字一句 那个抓 其实做啥 是俩字 说块 里面抓 这么一个 英语中也能一个字 用一个 young就好了 在这当逐语补足语 人死的时候状态 是年轻的 这不也对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only the good die young 好人不偿命 die young不就行了吗 这个样不是副词 而是逐语补足语 人死的时候状态 是年轻的 放大本文中 也恰如其分 就是语言怎么变得 更加简洁一些 好 第二段最后一句话说 after the funeral Joe and Bob reviewed a secret which they had kept for over 50 years 在葬礼之后呢 这个乔和鲍勃 两个人揭示了 这么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在定义总句 他们保存了 保留了 五十多年的 这么一个秘密 你看这一句话 出现了秘密的 两个动词搭配 等于 亚历山大手把手 交在了 也就是保密 叫keep a secret 后面中一层 they had kept 不是keep吗 保密 这个揭示秘密呢 叫review a secret 揭露了 揭示的一个秘密 我们再回顾一下 二十四个 秘密被公开了 这个人名声扫地 秘密被公开了 怎么说 a secret becomes known 秘密变得被大家知道了 秘密被公开了 这个也行 好 这个第二段揭示了谜底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鬼 而是一个人 但是读者的好奇心 还没有消失 为什么呢 这个人放着人不当 偏要当鬼 为什么总神神秘秘的 这么鬼鬼随着藏起来呢 第三段进一步讲述 这个来龙去脉 好 第二段呢 作者揭示了这个谜底之一 就是到底是人还是鬼 我们发现哦 原来是人不是鬼 这并不是一个 这个什么超自然的现象 就是人 但第三段进一步揭示 这个大的谜底 这个人为什么放着人不当 要当鬼呢 咱们讲述埃里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三段说了 Eric had been the eldest son of the family very much older than his two brothers 他说埃里克呀 原来是家里的长子 那个乔和鲍勃是他两个弟弟 而且呢 年纪比两个兄弟大得多 这个长子用的是 the eldest son 这个 eldest 大家可能觉得稍微陌生一点 我们知道这个old 它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有两个形式 第一个就older和oldest 这个大家熟悉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elder和eldest 注意不是eld 它的原型是old elder eldest 这个两个不大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older和oldest 它没有什么场合的限制 它既可以指人 也可以指事物 older brother 指哥哥 就年纪比较大的 这个兄弟 但是一个指事物 an older chair 一把更旧的 更老的椅子 也行 但是这个elder eldest 它呢 一般不能指事物 只能指人 年纪更大的 和年纪最大的 它只能修饰人 而older和oldest呢 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另外一个区别是 我们记住 如果要是说 比谁大多少 那么这个做比较 我们跟then 来搭配的时候 注意不能说elder than 它不能够 than 跟这个词搭配 不行 一定是older than 即便指人的话 也得使用older than 不能说elder than 这个是区别 这个看清楚 你看我们在后半句 怎么说 very much older than his two brothers 比他的两个兄弟 大得多 你看亚历山大 在写文章的时候 就通过这句子 告诉我们这个 该怎么用 不能说elder than 这个是older than 这个答案就对了 长子 而且呢 比两兄弟年纪大得多 然后呢 为什么藏起来呢 后面得慢慢说呀 he had been obliged to join the arm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他在二战期间呢 就被迫要去参军了 当时征兵嘛 要征走了 这个第一课讲过 be obliged to do 可以表示被迫做模式 或者是必须不得不做模式 往往由于法律呀 责任呢 或者义务啊 来做嘛 他们来做obligation嘛 obligation不是义务的意思吗 兵役你是必须去做的 为国效忠嘛 没残疾就得去参军 这被迫做模式 那么join the army 是参军 当然可以 参军和入党 都可以用join这个词 这个时候join是集无动词 但是有的是join后面 还加in join in 那么加不下这词in 有什么不一样呢 非常好记忆 我们记住join 如果直接加兵语的话 是表示加入一个组织 成为长期的一个成员了 参军了 成了士兵了 入党了 成了党员了 成为一个组织的成员 而join in呢 是参加某一次活动 而并不是成为一个组织的成员 咱们看例子 join in the party 就不能翻译入党了 是参加这个聚会 as it will参与了这个活动 in join in 但成为组织的一员 就join 这就分开了 本分中参军 当然是join the army 就好了 但是参军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动词 这个时候就必须加in 没办法 叫enlist in the army enlist 也是表示参加某个组织 但这是不具有动词 后面加in 我们大声读一下 enlist enlist 干脆就连动词后面的切词搭配 同时记住 enlist in enlist in就好了 这也好记 in in和in 可以表较进去 list不是名单吗 进到名单里面去了 不成为组织的一员了吗 这也好记 但注意 这个必须加in 没有办法加入组织 或成为某个团体的一个成员 可以这么说 那么在当兵 在服兵役也有类似的表达 我们可以用 be in the service be in the service 这个service不是指服 而是military service 就是兵役的意思 就服兵役 he has been in the service for three years 他服兵役已经三年了 这么说 be in the service 还有呢 我们说木兵和征兵 这个在术后题考到了 咱们不妨看一看 都可以当起物动词来用 第一个咱们看木兵 招兵买马 那个招木的木 我们大声读一下 recruit recruit 叫草子头 那个木 招木的木 招兵买马 这个木兵呢 不是这个强制性的 我这建议你来 你不来的话 我不强制 那欢迎你参加 招木嘛 木兵 但后面这个词叫征兵 征兵是强制性的 只要你不残疾 必须来 这是你的义务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nscript conscript 再读第二个词 draft 这个叫征兵 征兵是强制性的 是必须来的 这个conscript用在英国多一些 这个draft 表示征兵用在美国更多一些 美国更多一些 这个我们看一道书后题 145页第十题 好 咱翻书看一看 145页 咱们看第十题 这个145页 咱们看第十题 he was什么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他在二战期间怎么样了呢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根据本文的意思 应该选b 他被征兵征走了 为什么 本文中是被迫参军 所以呢 a呢 他被招募走了 招募是这个非强制性的 那就不会被迫参军了 a排除了 c呢 他被武装起来了 当然不对arm做动词是武装的意思 那么be regimen 叫他被严格管制了 这个regimen 如果去掉后面的异地 动词员 其实是严格管制某人 他被管制起来了 这不可能的 选b正确 被征兵征走了 可以这么说 你看那参军入舞啊 一些表达 一些句子 什么样怎么可以看一看 我说 你以前当过兵吗 你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你看一些句子非常好说 叫have you ever been in a service have you ever been in a service 你服过兵役没有 就当过兵没有 我们大声都变 have you ever been in a service have you ever been in a service 你以前当过兵没有 当过兵没有 所以下面我说 那么您当时为什么要参军呢 为什么参军呢 这个属于enlist好一些 因为他不及物 就不用加后面in the army了 你要用join呢 还在join the army 就啰嗦了 就enlist就好了 so why did you enlist so why did you enlist 为什么要参军呢 这个特殊英文句 后面是降点的 did you是连读 发生这个翻译变号 did you 这么一个 我们大声都叫 so why did you enlist so why did you enlist why did you did you did you enlist 就不用说enlist in the army 它不及物嘛 就不一定非得说in the army 要用join的话 就只能说 why did you join the army 就费劲了 我们再来面 so why did you enlist 它不及物 可以单独使用 或者我们再看一个 比如说 我是在去年参军入伍的 我是去年入伍 就被征兵征走了 可以怎么说呢 用美式的说法 可以说 I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last year I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last year 我去年入伍的 就被征兵征走了 这个draft 是美式用法 后面可以加intu the army 被征到了部队里面去 就好了 这是指参军的当兵啊 一些表达和一些句子 大家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好 本文中说呢 他被迫参军了 在什么时候呢 就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这美式发音还不好说呢 第一个世界 那英式发音就world uh 再叫l 我们先读一些英式发音 这个世界 world world l l 它是uh 没有选手音 再来一面 world world war 是世界战 是这个世界大战 但美式发音呢 world 变成world whir 勾手头再发 oh这个音 再来一面 world world 然后战争呢 就war war 所以美式发音 这个手头的卷得厉害 我们再来一面 world war world war 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叫the second world war 可以这么说 但是是二战 有的时候也能用这个搭配也对 叫world war two world war two 也是二战 那么如果要是叙述词 第一第二第三 那么加定乎词的放到前面 基数词呢放到后面 这个就是two 像阿拉伯数字那个two 这是罗马数字 还是读成two了 world war two 是这么来说的 基数词 不加贯词了 放到后面就好了 同样类似的 咱们再说一个 比如说这本书的第一章 章节就chapter 如果用第一 用叙述词 第一第二第三 我们用the first chapter 叫第一章 如果用基数词呢 叫chapter one 第一章 第一课 the first lesson lesson one 都是这样的 这个有规律 好 二战七年当时被迫参军了 那跟当鬼有什么联系呢 别着急啊 后面讲了 as he hated army life he decided to desert his regiment 因为他憎恨了 这个军旅生活 不愿意当兵 所以他呢 就当了逃兵了 决定逃离 他所在的这个部队 这个desert 当逃兵 就是这个 抛弃了 抛弃了部队 跑了 我们读一下这动词 desert 做名词是 沙漠荒原desert 我们的荒岛叫desert island 大家还记得 动词desert 当逃兵 抛弃部队 跑了 一气抛弃 可以用它 后面那个regiment 表示部队里的这个团 军师旅团营连排班 这个团 抛弃这个团队 跑了 这个regiment这个词 当常识知道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军旅生涯 用的是army life 当然可以 那我如果用life 做中心词 就是在军旅中的生涯 这后面加什么介词呢 军队的生活 问大家能不能用life of the army 不行 这个生活又不是军队的东西 怎么能数格呢 在军队的生活 大家可能还记得 叫life in the army 在军队的生活 大家还记不记得 荒岛生活 叫life on a desert island 校园生活 life on campus 这是咱们前面讲 加介词on 这固定搭配 没办法了 军旅生涯叫life in the army 这是在我们的第十二个 荒岛生活讲过 这固定搭配 是在军队的生活